让韩国发抖 朝鲜一次性的接收了1000枚KN24导弹 这种武器到底有多可怕 在这个世界中 评价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是GDP 但是又不能唯GDP论 同理 评价一个国家军事工业实力的强弱 不能只看军费规模有多大 还要看军工产能 这几天 朝鲜这个被联合国制裁 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 却向全球展示了罕见的军工产能 该国一次性的向前线部队 移交了250辆火星11D发射车 每辆车上配备有4枚GDP战术导弹 这意味着朝鲜军队 仅仅这一次接光 就增加了1000枚战术导弹 基于先进GDP战术导弹的 快速打击能力和高突防性能 再考虑朝鲜半岛上 韩国和美国军事目标的数量 这等于在告诉美国 战术导弹代表真理的时代 已经到来 更何况朝鲜这些导弹 还有可能配备核弹头 火星11丁 战术导弹 被西方国家称为KN24 是一种具有核能力的 短程弹道导弹 相较于其前身KN23 它更轻 更便宜 而射程呢 就更短一些 这种导弹所采用的 固体燃料 和高度紧凑的设计 可以覆盖 2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其技术先进性不容小觑 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 朝鲜版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其使用灵活性非常高 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量大观宝 韩国有大量的军事目标 位于距离朝韩边境较近的区域 或者说这些军事目标距离朝鲜 也不过就是200公里左右 因此这种导弹 完全可以覆灭韩国多数的军事基地 更关键的是 韩国的首都完全可以被火星11丁纳入其打击范围 转成战术导弹 从发射到逻辑大概只需要2到4分钟 留给反导系统反应的时间非常短 就算韩国的爱国教防空反导系统能够拦截一部分 也难以避免主要的军事目标被毁灭的结局 按照朝鲜方面的说法 KN-24导弹为我们武装部队的 新型核心进攻性武器 这等于摆明了说这种战术弹道导弹将变成 何尝兼备的武器平台 当然此事真正可怕之处在于 朝鲜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工业能力 尤其是生产新一代导弹的能力 就拿火星11系列导弹来说 朝鲜在2019年发射成功其基本型 现在已经有了火星11以 火星11丁和火星11丙 各种型号 而且这些型号在射程弹头重量和飞行弹道上 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战术定位分工明确 朝鲜此前已经展现过生产洲际导弹 陆基中程导弹和高超速导弹的能力 比如火星12火星17 如果我们进行横向对比就可以明白 朝鲜的战术导弹产能 在世界上估计也就是仅仅落后于中国 超过了俄斯 更是远远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 朝鲜的这一军事动作 无疑给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几乎意味着 尹西岳用任何军事手段打击朝鲜的方案 都是自寻死路 美国曾在多个场合考虑过对朝鲜发动攻击 包括和打击选项 但朝鲜的核能力发展 使得美国在考虑军事行动时 必须要更加谨慎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 弹道导弹在朝鲜半岛 就是一种能够左右力量对比的绝境性武器 因为其对空军基地和军港的打击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抹掉韩国在海空军领域的技术优势 以朝鲜一次性的接收250辆导弹发射车相比 北约和美国在过去两年半中 仅向乌克兰提供了不到20辆的战役战术导弹发射车 这就是朝鲜的军事工业拥有完整供应链的最好证明 西方现在更加担心的是 在朝鲜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之近 朝鲜的导弹产能爆表 还能得到俄方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的帮助 而朝鲜的武器产能 未来有可能成为乌克兰战场上俄军的助力 你可能会问 韩国对朝鲜的战术弹道导弹 有没有克制性的手段呢 答案是没有很好的手段 从乌克兰战场的交战情况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在几十年前生产的陆军战术导弹 就能够把S-400打残 那么朝鲜新型地队地导弹 比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要先进的多 韩国想通过部署反导系统来拦截 是根本不靠谱的 韩军只能自己强化列装战术弹道导弹 以朝鲜形成弹道导弹的恐怖平衡 但是朝鲜还有核武器 这本身又会形成巨大的心理优势 总体而言 朝鲜半岛的特殊环境就决定了 朝鲜大量列装 KN24导弹几乎就能奠定军事较量的优势 韩国没有什么好办法 美国更没有糟 今后他们该如何应对 朝鲜的军事力量的增长 这一点恐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因为谁也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